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早就被古人发现了 而且还发展出了一个娱乐项目 斗鞍蠢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鞍蠢养殖户 可不是为了看他们打斗 而是要让他们多产蛋 在这一点上 鞍蠢强烈的应激性 可就给养鞍蠢的人 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要说起鞍蠢的产蛋量 那可比专业的蛋机还要多 一只专业蛋机的产蛋量 一般在每年300枚左右 而一只蛋鞍蠢的年产蛋量 能够达到350枚 够多吧 可是据有关专家统计 如果解决不好鞍蠢的应激性 让它们长期受到环境的干扰 就会导致它的年产蛋量 下降20%左右 也就是说 每只鞍蠢每年会少产70枚蛋左右 因为应激反应 一只鞍蠢一年大概要少下几十个蛋 这对养殖户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损失 看来啊 解决好鞍蠢的应激反应 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 鞍蠢的应激反应 为什么会这么强 我们来找找原因 鞍蠢这个驯化时 它比家庆啊 比其他脸 那叫碗力多得多 真正人工次 也就是七八十年历史 驯化时间比较短 应激性就会强 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不包括鞍蠢 现在还保留一点野心 就是 钻在轮子里养的鞍蠢 你放出它 仍然可以飞行 这些鞋压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鞋性化多少年 就这个一般是三千多年 三四千年这个样子 这个另外它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情力还有个抬点 个体越小 它越容易引起 引起这个应激反应 它就会 神经比较敏感 从专家的话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 鞍蠢应激性大的原因 第一是驯化比较晚 残留的野性太多 第二是个体太小 神经比较脆弱 对很多东西都很敏感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 会造成鞍蠢的应激反应呢 综合来说就是声音 光效 温度 通风 和密度 这几大方面 原因找到了 声音 光线 温度等等 都有影响 有的朋友犯难了 这么多问题 这可怎么办呢 别怕 解决这些问题 并不难 下面 我们来给大家支支招 首先我们来说声音 鞍蠢对声音的敏感度非常强 尤其是忽然听到鞭炮声 或者喇叭声这样的激烈的声音 打个比方 你放个鞭炮 它突然在笼子里到处通飞 不舒服 它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这个像这个 晚上打个比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栋安春市 这个窗子向这个公路 晚上骑个摩托车 这个公路 一个汽车 开轨 那这个安春在笼子里就是通飞 很不舒服 您看啊 要是没在笼子里 安春听到这些激烈的声音 就会飞起来 要是在笼子里呢 就会不顾一切的冲撞笼子 想逃离这种声音的刺激 由此可以看出 它们对于声音的应激实在很大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 养安春的场所 尽量要选在远离街道和闹市的地方 避免汽车的轰鸣声和其他声响 对安春的刺激 但是 如果无法避免街道或者闹市区的声音干扰 是不是就不能养安春了呢 不用担心 如果实在避免不了 我们也有招数应对 就是在安春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以声音训练 让它逐渐适应这些声音 这些是刚刚孵出来的小安春 我们用不同的音乐 来看看它对声音的反应 先用一首比较舒缓的歌 再用一首比较激烈的 看着跟刚才没什么变化 最后我们直接用鞭炮声看看 好像还是没什么变化 您看啊 不管是轻音乐 还是摇滚 乃至鞭炮声 小安春的反应 好像都差不多 看来他们对于声音的敏感度 要远远低于那些成年的大安春 而且有很强的适应性 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这个安春呢 刚出口的话 不到两个小时 它相当于跟小孩一样 这出口都是一张摆着 什么东西对它呢 声音呢 对它都是一样的 估计以后我们要 今天放了鞭炮声 明天后天一直放下去 估计到了 就是到了52年呢 或者120年的时候 估计放这个鞭炮声呢 它估计习以为常了 它有适应 对对对 它有适应 由此看来 如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安春养殖场 无法避免街道和闹市区的声音干扰 我们就可以 在安春小的时候 加以训练 训练的方法 就是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 不断地用音乐刺激 比如 我们可以分阶段训练 从刚孵化出来的小安春 可以给它们多听听鞭炮声 因为这个时候 它们对声音的敏感度最低 到六天大的时候 它的听觉越来越灵敏 要相对减少鞭炮声的刺激 多听听车辆的喇叭声 让它们熟悉喧闹的街道 一直到二十天大的时候 我们就保持一定的喇叭声刺激 间隙性的 给予鞭炮声 这样 等到四十天的时候 它们到了产弹期 已经适应了街道的喧闹 和偶尔的鞭炮声 就表明 我们的训练 已经成功 不用担心它们受到声音惊吓 而影响产弹量了 说起光线对安春的影响 咱们先得了解一下 安春喜欢什么样的光线 讨厌什么样的光线 专家通过研究发现 安春特别害怕 波长比较短的绿光和蓝光 这样的光 会让它们内心紧张 惊恐不安 尤其会影响淡安春的产弹量 而波长比较长的白光和红光 则是安春比较喜欢的光线 根据它们的偏好 在安春养殖社里 光效主要是以白光和红光为主 但这样的光效该如何使用呢 一般来说 从凌晨四点钟开始 开启白灯 一直到上午九点钟的时候 太阳完全出来了 就关掉白灯 通过一天的太阳光照 到傍晚六点钟 太阳落山时 再打开白灯 一直照到晚上九点 九点之后 把白灯换成红灯 一直到凌晨四点 再换成白灯 这就是一天的光照安排 您看这白灯和红灯的使用时间还挺复杂 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呢 它们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白灯的话呢 就是可以凌晨这个安顿的多吃饲料 这是第一 另外的话可以凌晨这个安顿的新成熟 凌晨那个红灯的发育嘛 也凌晨生产 这个红灯泡的话可以使这个安顿的有安全感 另外的变成安顿修许啊 安顿舍里的白光其实是对太阳光的一种补偿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太阳对万物的生长发育起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在太阳落山的傍晚或者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早晨 饲养员就会开启白灯 让安顿更多的吸收这些白光 刺激身体的生长发育 尤其是蛋安顿卵巢的发育和激素的增长 说起白光的作用 不仅可以用来刺激安顿多产蛋 也能用来延迟安顿的产蛋期 一般来说 安顿长到35天的时候就性成熟可以下蛋了 但我们的养殖户却总要控制他们的产蛋期 等到40天的时候才让产蛋 这是为什么呢 过早产蛋主要会导致两个结果 一是早产早衰 影响整体的产蛋量 二是体格发育不健全 导致脱缸 之后无法再产蛋 所以一般我们会控制在40天的时候 才让它产蛋 控制的手段除了饲料和营养方面的减少 主要就是光照上的了 安顿在刚出生后 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生活的地方 也需要光照保证它的发育 所以一般是24小时全天光照 但在三到七日零之间 就要让它适应黑暗了 也就是每天要减少半小时的光照 到了七日零以后 光照的减少幅度就要更大了 就说从七天以后来 就每天基本上是减少一个小时的光照 光照强度也要降低到个凉瓦 这样周波每天降 每天降 一直降到个十到十个小时 就被自然时间的光照 几分接近的情况下来 就稳定了 你就不要光照了 如果你再持续光照 它就兴早收 早产 白光既可以促进安春的产弹量 又可以控制它的产弹期 而红光能帮助安春更好的休息 因此 为了满足安春对红光和白光的偏好 不仅灯泡是红白色的 就连安春橙丝料的盆子 住宿的笼子 吃饭的料槽 还有喝水的碗 都是以红白色为主的 看来 要想养好安春 还真是得关怀备置 温度和通风这两个因素 对于小安春的影响尤其大 这一点恐怕文大哥是最有感触了 文大哥也称得上当地的养安春能手 可是在刚开始养的时候 也在这个问题上摘了不小的跟头 养安春得出去 那么温度没保护高了嘛 当时的话我养了仅仅一万只安春了 那是在一个小时累死了两三百 以此疏忽就让文大哥损失了很多的小安春 问题就是出在温度和通风上 实际上小安春从出壳到十天左右 是对温度和通风最为敏感的时期 这两个问题要是解决不好 小安春的成活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因为刚出壳的小安春 体温是38.61摄氏度到38.99摄氏度 比成熟的安春要低两到三摄氏度 到出生后八到十天 体温才会达到成年安春的水平 在这段时间里 如果室内温度不达标 小安春就很容易受凉感冒甚至死亡 所以在小安春出生的第一周里 室温必须保持在36到38度 不过这室内的温度绝对不是越高越好 如果室内长期处于密封状态 温度不断升高 当温度超过41摄氏度 小安春就会出现热应激反应 无精打采呼吸急促 同时小安春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 和它们粪便中分解出的大量氨气 如果不及时排除 就会使室内的氧气越来越少 从而导致小安春因缺氧而窒息死亡 所以在保证室内温度的同时 也得适当的通通风 经常的给屋子换换气 把过高的温度降下来 把有害气体排出去 同时补充氧气 通风的时间 一般是在午后的两三点钟 就是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 把安春兽的窗户打开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为了让小安春的温度和空气环境更舒适 还有一件事必须注意 那就是养殖密度 因为小安春的生长发育特别快 在它们不同的生长阶段 一定要不断地调整它们的密度 一般来说 在出壳后的一个月里 平均一星期就得调整一次 一周内的安春 每平米150到200只 两周内的安春 每平米120到150只 三周内的换成100到120只 四周内变为80到100只 29日零后 安春的密度是60到70只 说起来 为了减少安春因为应激导致的伤亡 饲养员们不仅要温度密度控制好 声音光线利用好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 也要给它们一个规律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减少应激的好办法 这个就是说 要采取这个次向管理上注意 一个就是 你这个这个养的时候 每天的工作程序要 要程序化 就说你几点钟来清扫缝啊 几点钟来减蛋啊 几点钟给它加料啊 这个要把它固定化 一固定化 它就一个成立 在它这个印象当中形成一个模式 你每天的这样做来 它就觉得蛮舒服 其实啊 这说的是要给安春一个规律的生活秩序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都有一定的生活作息规律 如果长期保持规律的生活方式 肯定有助于身体健康 除此之外 作为饲养员 最好是各自分管一部分安春 就是这一社的安春 就由你专人负责 喂饲料啊 打扫卫生这些工作 都由一个人来做 不要经常换人 这也会给安春 保持一个熟悉感和安全感 您看像这样啊 经常更换饲养员的方式 是不合适的 其次 即使是同一个人 穿的衣服 也最好不要经常更换 原因和上面一样 保持安春 对你的熟悉感和安全感 要是老换衣服 它也会很不适应 您看 像这位大姐 原来穿的是白衣服 突然又换成红色衣服 这就不合适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